今天的这个记者会呢,是关于这位受害者,是在新加坡做工,然后他本来有在网上跟所谓的借贷公司借款 最后他没有借到,阿龙也是有金钱给他,然后撑他最好 开始我在Facebook看到这个广告的时候,我是没有打算要借款还是什么 就不小心误触了,然后他就一直陆续有那种奇怪的WhatsApp号码,一直WhatsApp我 然后我就问他到底是做什么的,然后他就讲我们是新加坡的合法借贷公司这样 过后他就讲,我就讲,我就没有要借贷,为什么你们会找到我的号码 他讲你在Facebook有click我们的广告,然后现在的话你是要还是不要 然后我就有问他,你们是怎样的,是不是合法的,然后他有讲是有合法的 我跟他讲我没有要借款的,只是他讲,我们借款就是要签了contract才会进钱给你 OK,所以我就觉得没有签contract没有什么事情这样咯 然后他就讲把我查看一下我可以借多少额度还是什么啊 他就这样子骗掉我的IC还有银行户口那些 OK,然后我就也是自己笨提供给他,然后过后他就他就各天的下午他就打一个电话给我 他讲你的贷款已经批了,我就问他什么贷款我没有借过完全没有借过贷款 像你借过贷款,然后他讲,现在我不理就是我给了你450 你下个星期的时候要给我700,然后这件事情就这样算了 然后当下我就很害怕,我就向最近加坡的警方报警 加坡的警方就讲,不要把那个钱还给他,就是交给他们处理 但是他联系不到我过后,他就联系我家人的号码,想叫我还钱 然后我当下有联系回他,他讲现在变了,利息变3000 他就需要我提供3000新币给回他,然后他讲如果不还的话 要来我家放火,喷气那些,然后我的亲戚就建议我把那个450 就是拿户口,把那个450还给他,我当下也是这样子做了 那我就跟他讲,我已经报案了,然后他就讲 你有本事叫警察24小时在你家 他讲我肯定会来你家喷气放火的 他就威胁把我的家人样子了,然后 我以为没有事情了,我也回去新加坡工作一个礼拜多了 然后就在7号的早上,我收到我家人的信息 讲我家已经被迫弃了,然后当下警察也是有马上叫我回来 入口供那些,因为他们也是有拿到两个瓶子 里面有指纹啊,他就讲马上回来入个口供 给他们更进一步的去调查这样 一开始是9月20号这样 然后那天就直接,钱进了一下 对,他钱就进了我户口,因为当下我也是不知道 因为我们也是没有时常查看银行这些 然后我就去发现有就是 一个250的,他分两次进钱给我 一次他进了250给我,然后我当下我就查看 因为我也不认识这个户口 然后过后又多一个200 在进一个200的时候,他就打电话过来了 他就讲什么我的贷款已经批了 对,下个礼拜要还七百 三千是两天罢了 两天一跳到三千 对,他拜六禁给我 然后他拜一的时候,他因为联系不到我们了 我新加坡的警方是建议就是block掉他的号码 然后过后就当下他就来威胁 然后我们就打电话过去 他就讲要三千了现在 是比较担心家人的安危这样子 他有恐吓的留言,我还有一些啦 他讲要来我家破气 他讲你家不起我 我就不叫Michael 新加坡的警方是讲他们不是属于阿龙 他们是诈骗集团 他讲就是不要还钱 他讲不用还钱的 他讲是阿龙,不是诈骗的 他讲不是真正的阿龙 阿龙会跟你签contact 他讲,这也不会的 我们也称他为新加坡阿龙 新加坡阿龙他真的是会丢弃 烧火这样子的东西 因为他在新加坡他只要并紧 熬腿在这里干案就可以了 所以我是给阿龙警告 不要再对我们的受害者 做出任何的这个行事的毁坏了 我会把这个东西向布加曼的警方 跟他们跟进这个东西 我希望他们可以尽快的把这个 所谓的跑腿抓上来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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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